22号傍晚 屏东名阳工厂这身爆炸 夺走消防员和员工宝贵生命 所有人都想知道 到底为何会发生爆炸 屏东消防局长徐美雪第一时间说 是消防员灌水才引发爆炸 但隔了一天 第一时间搞错 让责任落到小队长陈文川头上 尽管事后改口 但舆论已经炸锅 再隔一天 徐美雪认错 他们工厂的人有来 然后他有说 我们问他为什么会爆炸 他就讲说 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承认有被误导 也有一点口误 答案一天一变 各界开始质疑 这位局长是否够专业 赫然发现他的经历 不管行政院新闻局 还是屏东县府消防局 全都是行政职 也就是没有实战经验 对消防单位有二十几年 我只是不是没有去参与外勤救灾 但是我们的该具备的我们消防的常识知识 还有专业 我相信我应该都是具备了 自己也承认缺少外勤经验 徐美雪IP是不市任局长 现在更有人质疑 就因为他是前立法院长苏嘉全妻子 彭恒珠的同学 才能仇庸上位 那目前我们消防局这边的任务还是救灾 救人 找人 那我们等到顺利的完成 我们应该要做的责任的话 后续事故的调查 后续责任的检讨 我想我们都不会回避 对外面现在有质疑声道说要期望您下台 这部分你怎么看 我会认真的思考 作为全国首位女消防局长 徐美雪在位八年 这回恐怕没能通过获神的考验 这期节目做不到